英國首相約翰遜星期日在與歐盟進行了一輪關鍵性的英國退歐貿易談判前發表了強硬的聲明 他表示,英國可以在幾個星期內退出會談,並且堅持沒有交易的退歐將會是英國的好結果 由於談判陷入僵局,約翰遜說只有歐盟談判代表準備重新考慮他們目前的立場才能達成協議 歐盟指責英國並沒有認真談判 在今年1月31日英國脫離了27國組成的歐盟 三年半前,英國以微弱的公投票數結束了40多年來的歐盟成員國資格 在三年半前,英國以微弱的公投票數結束了40多年來的歐盟成員國資格 在12月31日11個月的脫歐過渡期結束,英國將會離開歐盟的單一市場和關稅亂密 如果並沒有達成協議,新的一年將會為英國和最大貿易夥伴集團國歐盟 帶來關稅和其他經濟障礙 約翰遜說即使英國和歐盟好像澳洲一樣進行貿易安排,英國也會極大範圍 英國首席談判代表佛羅斯特和他的對手米傑爾·巴尼耶 將會在星期二開始在倫敦舉行第八輪談判 目前關鍵障礙是歐洲船隻進入英國捕魚水域和國家對工業的援助 歐盟決心確保公平競爭,因此英國公司不能削弱歐盟環境或工作場所的標準 歐盟 weiß取 själ上誤15,非常安全部並明顯 歐盟的歐盟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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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